3月14日 鸿海旗下真顶及同业代工厂Q4获利情况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下跌200点,外资群卖超284亿 鸿海下跌1元,外资群卖超鸿海2730张 今天美玲又想要趁着大盘下跌时去灌杀鸿海 想说今天会成功,结果妥妥地又当了一颗韭菜 近十几天来,美玲已经在鸿海当冲几个日冲赔了2200万 而且也完成了一买即一卖 大家如果常常看到这些外资群在那买来卖去赔钱 我想你的心里就会比较健全一些 因为外资群有钱,筹码,有电脑软件,还整天在盯盘 结果他们在鸿海中买来卖去的结果就是一直赔钱 一般散户常常喜欢在那说早知道106元卖 然后在101元买,这样就能赚5元 说真的,你不要太天真了 外资群透过大量的筹码在里面取样 每一个价格都会买及卖 最终他们还是韭菜 你就不要幻想自己能低买高卖了 短线你是玩不过政府及券商的 他们不管股市涨或跌 他们都能稳赚交易税及手续费 散户交易的越是平凡 他们越是开心 很多券商在里面交易 其实就是收了客户的钱 例如ETF,基金或对冲基金 客户除了要每年付他们管理费外 券商为了最大化报酬 还会设计一连串的调整持股时间 这样就能明目张胆地透过手续费 多赚一些客户的钱 反正股市中平均报酬率是5-10% 每年稳赚是天经地的 几千家上市及上贵公司 本来就会在股市中赚钱 而且时间越久 越是能赚钱 试想,如果某一年股市多涨了20% 就算你买到了 如果你持有个3-4年 股市一样会把你多付出的这20%赚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你买基金时 业务会和你说基金买月9月能赚钱 会这样说 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股市长期本来就会赚钱 第二个原因就是一开始基金会抽你3-5%的申购费 管理费 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费用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让股市帮你赚回来 有一些股东说自己看我的文章及影片后 自我心里面会变比较健全 道理很好懂 如果你没有看到一些韭菜外资群 主力 小虎队 散户赔给你看 你会觉得短线买来卖去很好赚 觉得自己放着不动很蠢 当你看到那些天天在买来卖去的外资 法人 主力 小虎队 每天都是比惨的 你就会觉得 我长期放着 一年后还能稳赚10% 想要赚多一点 就多去了解金融负债的知识 这样还能多赚个3-5% 这种稳赚的虽然慢 毕竟时间越久 你口袋的钱越多 记得一件事 想要活得有尊严 不是在某一时间中你有多少钱 而是要在你活着的期间你都要有钱 我举个例 如果你有一千万 就能让你有尊严 不用被生活逼得喘不过气 你有五千万 一亿你一样是活得有尊严 但如果你的资金是那种会快速长大 快速消失的 在你死之前 如果你失败了 没钱了 那剩下那些岁月 你就会过得很惨 这也是我和大家说的 我宁愿让你慢慢的变有钱 你在过程中你一直是王者 就像我目前这样 你觉得我赚得快或慢 其实我都无所谓 对我来说 现在我手上的资产足以让我不需要为钱付出劳动力 现在每过一年 我的资产就会越来越多 我永远会一直是王者 这对你能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开始你有100万 第二年变500万 第三年变1000万 第五年变5000万 第六年归零 那第六年后你就是卤蛇 而且很有可能一直卤下去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产业新闻 鸿海旗下的业外重要关联企业真顶开出了第四季获利 虽然有贡献二十几亿这种水准 但和工业妇联这种能贡献360亿的比起来 就是差很多 鸿海第四季能赚500到600亿之间 一般工业妇联第四季开出就能开出360亿这样的水准 当工业妇联开出 大概就能知道鸿海六成获利了 这一次工业妇联选择3月16日开出 比鸿海晚一天 所以这一次就无法透过加减估出鸿海2022年第四季获利 其中另一个原因是去年11月有郑州厂员工出走因素 这对营业费用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也不能用历年的毛利率及盈利率去估 只能看同业的合硕 因业达 伪创开出2022年第四季获利还不错 不会像之前我们看那些大型全职股那么惨 来希望鸿海2022年第四季获利能有之前的水准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不同公司的获利情况 最近很多公司开出2022年第四季获利 我们就顺便来看看吧 鸿海旗下金基姆工业妇联在我要发文章前开出 我只能大概的也大家看一下 2021年第四季赚了0.46元 2022年第四季赚了0.43元 少赚了0.3元 归属利润为82.77亿人民币 比2021年第四季的90亿少了6.3亿人民币左右 人民币对台币是1.4.4元左右 2022年第四季贡献364亿 比2021年的396亿少了32亿 2021年第四季鸿海盈利为527亿 光工业妇联开出来就有364亿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 长线投资人在乎的市市公司是否能持续获利 2. 鸿海旗下真顶及同业代工厂Q4获利情况 3. 网友看到金融股配息不好想直接杀出 今天台股成交2322.29亿 下跌200.07点 跌幅1.29% 收在15360.42点 贵买指数下跌1.77点 跌幅0.86% 收在203.61点 电子下跌9.6点 跌幅1.31% 收在723.27点 金融下跌25.16点 跌幅1.64% 收在1508.08点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284.53亿 投信买超台股27.3亿 自营商卖超台股60.12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台股317.35亿 美元对台币来到1.30.57元 上一个美国股市交易日 到穷下跌90.5点 跌幅0.28% 收在31819.14点 S和P500下跌5.83点 跌幅0.15% 收在3855.76点 纳斯达克上涨49.95点 涨幅0.45% 收在11188.84点 被乘半导体下跌2.22点 跌幅0.08% 收在2921.71点 今天沪深300下跌21.79点 跌幅0.54% 收在3986.89点 日经225指数下跌610.92点 跌幅2.19% 收在27222.04点 南韩综合指数下跌61.63点 跌幅2.56% 收在2348.97点 上市成交金额排行前5名 第一名的是长荣 上涨0.29% 成交105.46亿 第二名的是台积电 下跌1.16% 成交104.5亿 第三名的是世新 KY 下跌0.9% 成交62.05亿 第四名的是阳明 下跌2.32% 成交57.94亿 第五名的是飞鸿 上涨3.91% 成交54.04亿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瑞银 买了2242张 第二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1686张 第三名的是港商野村 买了994张 买第四名的是美商高盛 买了615张 第五名是星光 买了565张 买第一名的美龄 买了6713张 买第二名的是元大头粪 买了1118张 买第三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1026张 买第四名是元大台北 买了493张 买第五名的是元大土城 买了468张 昨天才说美龄近五个交易日 一卖再一买的结果是买14051张 卖13423张 合计买超627张 损失894.9万 今天美龄又觉得自己想要报仇 早上看到台股下跌 就发起攻击的想要灌杀 最终买1589张 卖出8302张 合计卖超6713张 从3月3日到今天 美龄买23064张 卖23868张 合计卖805张 均买价103.54元 均买价102.84元 总共损失了2198.8万 真的就是一颗死韭菜 以为自己是老大 自己很行 想要透过灌杀在下面挡单买回 这样就能赚差价 最终美龄仅是越先越深罢了 除了被大摩持续的把股票吃了 今天买超红海第一名的是瑞银 买了2242张 瑞银急富邦是红海中的大空投 今天趁着美龄失心风 从美龄身上把股票买走 让美龄在3月以来赔了2000多万 美龄从3月3日到今天 几乎已经完成了一买一卖 这10天的交易简直就是超级大韭菜 还有一些人觉得美龄是当冲 隔日冲高手 真相总是很伤人 会觉得美龄或是某一些外资群当冲 隔日冲很厉害的 那是因为你没有仔细的追踪筹码 而且你也不懂市场中有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当你交易的越多 你的钱就会有越多部分被政府及券商吸走 今天鸿海在102元成交了21665张 光美龄就成交了6810张 就是近三分之一的量 卖第二名的是美商高盛 卖第四名的是小虎队 所以今天一早向下灌杀的就是美龄 我和大家说过 美龄这个外资就是有病 他买了一堆的股票 结果就是会带头去灌杀 企图影响里面投资者 让他们失心疯 这样美龄就能当冲或隔日冲赚到钱 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 美龄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短短个十天当冲 隔日冲赔了2198.8万 想要赚别人的钱 结果自己最终成了最大的苦主 大魔则是铁了心要做多 今天在102及102.5元买了近2000张 看一下当冲的高盛级小虎队 今天盘中有向上拉抬的买单 这很有可能就是小虎队 因为鸿海今天表现的相对大盘强势一些 最近又有大魔 上海汇丰会向上拉抬 小虎队应该是独早上有人灌杀下去 大魔或上海汇丰会向上拉抬 如果可以让早上灌杀的人认错买回 这样小虎队就能赚钱 今天美龄确实就是被坑了 如果美龄真的如小虎队想的这样买回 这样小虎队应该是能赚0.5到1元 但美龄最终就是大卖了6713张 大家看美龄很常会来无影去无踪 有时就是早上大卖 然后引起别的外资群跟着大卖 最终美龄才会在尾盘检失 以今天美龄卖的量来看 不但失败 而且失败得很彻底 手上的股票就这样被吃掉了6713张 如果美龄今天当冲买回 会有6713张的量 以鸿海美一口价挡的量来看 如果美龄要把这6713张在今天全数买回 那最少今天要涨0.5元 这就是为啥美龄会卖这么多的原因 她如果敢今天全部当冲买回 会陪到她妈都不认识她 今天鸿海成交32014张 下跌1元 股价收在102元 外资群卖超2730张 昨天大盘上涨34点 今天下跌200点 今天外资群虽然卖得少 但是受到大盘下跌200点的影响 又有美龄一早在那贯沙 最终买不回去 只能让鸿海收在102元 幻想晚上美股是不是会大跌 然后明天她就能买回去了 我想这单纯就是幻想 美龄近十几天来 当冲几个日冲赔了2000多万 有一些散户觉得自己很行的 你可以看看美龄的下场 之前小摩也是这样 每一个月都能赔5000多万 当你下去和这些不要命的外资群玩 最终你们就是同归于近而已 都是券商及政府把你们的钱赚走 这时你会说 外资群也会赔啊 你会这样想 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外资群赔的是他们客户的钱 买来卖去又能为自己的券商赚钱 不论赚或赔 他们每个月都能爽领高薪 如果赛到赚了 还能领奖金 我是不懂你要和他们比什么 我只能说 如果他们用的是自己的钱 程度就会和屁孩踢踢那些小鬼没啥两样 钱赔一赔后就发毕业文或券试文 外资群之所以可以每天在那买来卖去喷钱 这都要感谢买基金及ETF的韭菜们 你们提供了资金给那些经理人玩 他们有得花又有的拿 反正赔了你的钱 他们就一句话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详月公开说明 这一次没有做2022年第四季鸿海的获利推测 道理也很好懂 因为鸿海旗下最大金基母工业妇联还没有开出获利 就只有夏浦 真顶 金顶 富志康开出获利 这些公司对鸿海获利影响比较小 而且这一次比较没有用过去经验估的原因在于 去年11月时有郑州厂事件 所以不确定因素比较大 也许去年第四季员工的成本会比例年高 不过如果大家最近有刷短视频 应该会知道中国最近工作变很难找 员工的薪水开始大幅的下降 之前鸿海多付的成本 有可能在第一季及接下来几季能补回来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中国选择与病毒共存后 很多躲在家很多年的工人就会出来找工作 这时员工就会变多 之前中国动态清零又逼得很多外资企业及台商要分散风险的移到东南亚 再加上疫情刚开始两年 中国严格的风控 形成了很好的生产环境 很多订单都下给了中国 一堆中国人都开始膨胀 叫苹果滚出中国 叫富士康滚出中国 一样的政策 在疫情发生的前两年是正确的 但到了第三年就变成错的离谱 现在中国内部开始出现说苹果及富士康的好话 避免再失血 现在工人多 职缺少 变成资方市场 劳方现在比较没有这么强的底气 有一些短视频说红海会全面撤出中国 我个人觉得倒不至于 了不起就是分散个两成 三成就很多了 毕竟中国已经当了这么久的世界工厂 所有的基础建设 人员 仓馆 物流都很成熟了 现在工人开始变得比较便宜 对台商 红海及外资企业又会产生一些吸引力 红海去年第四季的获利确实比较不好估 因为有外来的不确定因素 还是苹果生产最大产地郑州 不过事情都过去了 红海去年前三季赚了7.32元 一般来说 红海第四季可以赚3.2到3.6元 如果郑州厂影响获利来到3元 那全年还是能有10.32元 还是比2021年的10.05元好 以红海目前股价还低于净值 也不会有啥太大的影响 红海旗下金基母工业复联在我要发文章前开出 我只能大概的也大家看一下 2021年第四季赚了0.46元 2022年第四季赚了0.43元 少赚了0.3元 归属利润为82.77亿人民币 比2021年第四季的90亿少了6.3亿人民币 人民币对台币是1比4.4元左右 2022年第四季贡献364亿 比2021年的396亿少了32亿 2021年第四季红海盈利为527亿 光工业复联开出来就有364亿了 2021年第四季红海业外其他利益及损失赔了48.7亿 只要2022年第四季这一项实证的 还是有机会2022年第四季获利和2021年差不多 只要是差不多 那2022年11月发生的郑州厂事件 真的就是能完美地处理掉 真的就是很神奇的鸿海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新闻说 全球PCB龙头厂真顶 KY13日举行线上法说会 会中公布2022年财报 税后存益141.97亿元 年增47.1% 每股税后存益为15.02元 以及预计配发现金股利6元 受惠与产品组合持续迈向高阶 真顶2022年营收 获利在创佳基 但放眼2023年董事长沈清芳表示 今年确实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尤其终端需求 消费动能没有上来 按照过往但忘记节奏 预期股底会落在第二季 市场普遍预期第三季开始需求会慢慢上来 但还是要观察市场变化 全年来说 公司目标今年利拼 与去年持平 A大回答 鸿海旗下业外重要关联子公司 真顶开出了2022年第四季财报 相较于大部分台湾型重量型全职股来说 表现得算是很不错的 鸿海持有真顶32% 真顶合并税后净利68.58亿 鸿海能任列约20几这种等级 算是不错的收入 鸿海三大业外重要关联子公司 一是夏浦 二是真顶 三是红准 之前夏浦开了财报 不禁理想 毕竟夏浦也有面板事业 像友达集群创第四季是大赔的 光友达就赔了百亿水准了 我一直和大家说 鸿海等于就是一家ETF 里面包含了很多子公司 虽然不像一般的ETF那样更分散 但鸿海垂直一条龙 包含的产业也算是不少 而且鸿海也是有投资一些基金 这些投资的企业也是很广 当鸿海旗下的面板事业下浦布赚钱时 做PCB的真顶还是很赚钱 之前红藤布赚钱时 复制康赚钱 当半导体很热时 鸿海旗下金顶及翻轩很赚钱 市场在炒卫星题材时 鸿海持有的台阳股价就狂飙 鸿海也能卖掉持股赚钱 之前驱动IC很缺时 天狱就发大财 最强金融母工业妇联是一直很赚钱 之前亚太电信一直赔钱 今年第三季钱也会和远传换股 之前就会开始赚钱 鸿海集团持有的子公司包含也是很广 所以获利也是很稳健 鸿海手上有不少的现金 可以透过业外的其他收入及财务成本 每一季稳赚50到60亿 这也有一点像银行赚钱的味道 这也是鸿海获利一直能很稳健的原因 一家类似ETF的公司 又不用每年吸血你0.5%到1.5%的管理费 因为背后没有赚钱的券商 鸿海也不会去找网红去业配公司股票 所以就不像一堆ETF这样 有一狗票人在吹捧 网路上很多说ETF很好的网红 有一些是业配有收钱的 那些网红业配赚到的钱 就是券商给的 而券商就是从投资ETF散户中的管理费 拿一点点给那些网红 这也是为什么网路上一狗票人 在吹捧ETF的原因 新闻说 伪创四季合并营业利益突破百亿大关 达106.8亿元 计增56.2% 年增93.9% 在地新游 归属母公司净利40.77亿元 计增10.3% 业外因素年减24.1% EPS1.46元 哈说2022年第四季营收3572.5亿元 计增1.2% 年减21% 毛利率4.3% 计减0.3% 但年增0.8个百分点 营益率2% 计减0.2个百分点 但年增0.3个百分点 税后存益50.47亿元 计减4.1% 年减35.8% 单计EPS达1.8走元 你配息4元 执席率近5.8% 因业达去年第四季营收达1347.57亿元 计减5.4% 年减8.95% 毛利率5.2% 计增0.05个百分点 年增1.07个百分点 营益率1.28% 计减0.3个百分点 年增0.46个百分点 税后存益13.93亿元 计减20.35% 年减4.59% 每股存益0.39元 同时董事会也通过去年鼓励分派 每股你配发1.5元现金鼓励 配发率约88% 若以今日收盘价27.15元计算 现金值利率约5.52% A大回答 目前看起来代工厂开出来的第四季获利都还不错 代工厂的获利比较不会像华硕 面板 记忆体 生技 钢铁 水泥这样忽然就会出现很大的惊吓 散户抱不住景气寻气环股的原因在于看到公司亏钱时 他们喜欢的本益笔就失效了 原本公司一季赚2.5元 一年赚10元 散户觉得本益比10倍 这样股价100元 如果忽然某一季赔5.15元 就像华硕这样 散户就不会算股价了 觉得一季赔5.15元 那四季就会赔20几元 就要快逃 通常想要用时间稳赢 一定就是要买获利很稳健的 以鸿海来说 上下波动个百分之十就很夸张 例如我们估3.2元 最后出来2.9元或3.5元 这样就已经是很夸张的偏离预测了 很难出现应该赚3.2元 结果鸿海出来赔2元 这就是不太可能的事 代工厂比较偏重资产的行业 赚的就是管理财 员工的薪资高或低 确实是会影响公司的获利情况 不过只要不是长期如此 那都不是什么严重的事 我举个例 今天中国如果劳工薪水高涨 鸿海或其他代工厂 又找不到其他国家替代中国 那对代工厂来说就会很伤 因为劳力薪水很高 这样赚的钱会减少 长期又如此 又找不到替代方案 那这个产业就会变得不赚钱 但现在的情况来看 去年11月因为中国风控 造成郑州厂事件 员工的薪水有提高了不少 那时是苹果手机生产的旺季 苹果及鸿海就只能鼻子摸着认了 当中国选择与病毒共存后 苹果就搬一些工厂到印度 到越南交个朋友 算是给中国一个教训 现在中国劳工要找工作 真的就是难如登天 当劳工很难找到工作 那薪资就会变得很便宜 刚好就能弥补之前薪资太高的问题 所以我就和大家说 去年郑州厂事件只是一时的事件 而不是整个产业结构有问题 也不是整个薪资结果回不去 这种只会影响一时的事件 通常法人 外资群及中长线投资者不会在乎 大部分的中长线投资者在乎的是公司是不是能一直赚下去 某一个月少赚一点 反正未来会回归正常的话 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但一些景气循环股如钢铁 面板 航运之类的 当公司赔钱时 就是整个市场产能过剩 报价太低 会赔个几季 甚至几年 一般人在赔的过程中 很难坚持住 这也是为什么我和大家说过 我从不去买面板股 钢铁股及景气循环股 我不可能在景气循环股上下重注 因为在公司亏钱时 你不会知道什么时候公司能赚钱 在公司赔钱的几季或几年间 那心里面的压力是常人无法承受的 有人说 还是会有外资群 法人会买啊 嗯 没错啊 因为外资群 法人用的钱又不是他们的 赔光他们也不会痛 当然敢去压保景气循环股未来会赚钱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这张我曾好几年了 每年领袭 武汉肺炎前几年净价9字头 2020年5月18日 金益小批10.85元 陆续都有增资缴款10元左右 本来我预估至少配0.3 不配息烂报了 明天就算跌停 打算先砍杀40%吃股出去 之后再回补 用这种方式来领今年股息 这种态势 我觉得大概十字头才能考虑接回来 大家觉得该砍杀出去吗 技术现行而塞高了 KDJ率现明天一定死亡交叉 GoBV指标也高不上去了 外加配息吃屎 还有美国金融海啸一律 先砍杀40%吃股出去 多代为安 A大回答 这种人很明显就是菜鸟 去年中就知道金融股 今年的股票会不好 结果他在股息出来后 才要挂跌停卖出 这种明显就是半调子 而且一般人就算要卖出 也不会选择利空刚出来时 在利空刚出来时 一定就是会出现恐慌价 今天国票金大跌了7.2% 会这样大跌的原因是 今年以来国票金从11.3元涨到13.2元 散户觉得银行股会涨 觉得好棒就进去追价 我说过 只要股价会涨的 散户都会觉得好棒 最终就是无情的事实 给他们当头一棒 他们就会醒来 赔点钱当教训 而且如果你要存股 你就要接受公司稍微的利空 而不是觉得公司永远都会一帆风顺 以之前鸿海郑州厂事件来说 明显就是一个利空 如果你傻乎乎的在那时卖 过了几个月后 你会发觉什么事都没有 损失的就仅有你的荷包而已 新闻说 品牌大厂华硕金鱼法说会后 公布鼓励分派政策 去年全年字节品牌 每股盈于19.78元 董事会决议你配发现金鼓励15元 配发率约75% 以今日收盘价293元计算 殖利率约5.11% 此项股利分派案将于今年6月9日 送交年度股东常会承认 内部预估 未来将透过推出更多新机种的策略 进而改善产品组合与获利 但这仍需要时间执行与实现 A大回答 有一些人会觉得ETF经理人多神事的 结果他们也是会买到第四季 赔5.1元的华硕 还把华硕纳入当第一大持股 之前有一些ETF还把航运 钢铁面板纳入高股席 结果这种景气循环股忽然几年大转 之后又开始赔钱 接下来这些高股息的ETF又要去调整持股 这样券商又能再赚一次调整持股的手续费 正常你投资一家公司时 哪有这么常在买卖 以巴菲特来说 他的主力持股都是持有很久的 这时会有人说巴菲特买了台积电一季就卖 其实台积电就不是巴菲特的主力持股 而且巴菲特这么老了 基金也不会都是巴菲特在管理 一定就是底下年轻的基金经理人在操作 这些人就是拿巴菲特的名人光环来赚钱 当自己买了某一些个股 结果套牢了 下一季就公布巴菲特买进台积电 立马台积电就大涨8%交朋友 绝对不要相信这些ETF是真心想帮你赚钱 他们要的仅是你的管理费 及调整持股的手续费 只是投资股市长期本来就是稳赢 每年平均报酬率5-10% 在被ETF券商吸血管理费及调整持股费后 还是能赚 一些菜鸟就以为投资ETF好棒 就开始自以为天下无敌 其实只要你敢买ETF 就是你嫩 你费 你弱 你菜 自己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理面都不好 所以才每年花管理费给经理人 这些人有时还会出来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买个股的人不如他们 真的是嫩到底了 新闻说 长荣航13日公布去年财报 全年税后纯益70.91亿元 年增7.31% 每股纯益 EPS 1.34元 创四年来高点 并预计配息0.8元 配息率近60% A大回答 其实前三季长荣航赚了1.21元 2022年第四季仅赚了0.13元 输给了第一季的0.64元 第二季的0.34元 第三季的0.23元 当看到航空业获利逐渐越来越差 还会有韭菜觉得心语航空会发大财 这应该是很简单的逻辑吧 之前航空股是因为运货发大财 那时海运费贵到报 现在海运的价格已经跌下来了 航空业货机赚不了钱 就开始载人 现在获利就被打回原型 长荣海运14日董事会通过111年度财务报告 全年合并营收达6272.84亿元 年增28.17% 税后净利为3342.01亿元 年增39.82% 每股盈余 EPS则为87.07元 营收与获利均创下历年新高 长荣表示 讨量未来经营环境各层面之挑战 资本支出规划与公司永续成长 今日经董事会决议每股你配息70元 合计配发现金鼓励新台币1481.49亿元 以税后净利3342.01亿来计算 配息率约为44.33% A大回答 有一些人会看不起公司净值 看一下之前我说150元的长荣 那时净值254.87元 第四季赚18元 配出股息70元 有一些公司没有净值 例如生技股 新药股 投机股 体财股 那些公司是没有能力配出这么高的股息的 当初如果150几元买 配一次股票后成本可能都剩80元了 净值还有200元 第四季万海赔钱了 未来就看长荣如何去运用这些净值 如果运用得当 其实想要赔钱难度也是很高 毕竟这么多钱随便去投资码头 投资一些赚钱的公司 每一季赚个一两百亿还是很简单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热情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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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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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